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聚焦三农 首先来看今日聚焦点 三个专家一场讲座山东烟台136个果农受害 两年索赔高额费用雪上加霜 到底是兴农还是坑农 现任村官转岗有储银行 累计放贷120亿元 看转岗成功的大学生村官 清明祭祀品市场文明祭奠才是真 广告之后为您带来详细内容 好,欢迎回来 接下来为您继续梳理每日新闻话题榜 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将实施社会化服务汇农工程 以土地代耕出馆等方式开展保姆式菜单式服务 有效解决耕地闲置经营粗放的问题 在生姜的主产区山东省的一些蔬菜市场和超市里 生姜的价格大多在每公斤18元以上 部分超过了每公斤20元 这一个价格是自2010年江米均厚的又一个新高 今天的节目开始前 我们首先来看一段视频 中心祝愿地下的乡亲们能够掌握新技术 在专家的政策指导下 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 种出好苹果 提高兴效益 过上更好的生活 刚才大家看到的视频是在2012年的3月25日 在山东省的七霞市举办的一场千人科普大会 在那一天 辽宁大连的一个名叫易建兴农的生物制剂公司 是召集了1000多名七霞的果树种植大户和技术能手 来推广他们的新产品和新技术 活动现场呢 还邀请了很多的专家教授献身讲解 那么他们推销的到底是什么神奇的产品呢 两年过去了 当初承诺让果农过上更好生活的壮志豪言都实现了吗 严贵春是山东省七霞市四口镇北严家庄村的果农 是周围远近闻名的果树管理好手 以前他家的五点五目果园 每年都有十多万元的收入 但是现在到了连化肥都买不起的境地 和严贵春同样苦恼的 还有七霞市庄园街道徐家村果农隋书芳 他的六目果园已经死掉了大半 剩下的果树煮干枝大都被截掉 不可能有再好的收入 这片果园就是我里面的 你刚才只差二百里 你一百里的八千辣椅 两百五里才会差 两位果农告诉记者 好好的果园之所以变成这样 就是因为两年前轻信了 大连意见性农公司推广的生物农药造成的 2012年3月 大连意见性农公司来到山东七霞 向果农推广所谓两种 粮肥 粮药 粮法 四种创新生产方式 他们推广销售的 是大连奥德植宝药业生产的生物农药 就是他才 他要我们怎么打 我们就怎么打 他要我们打多少水 我们一天就打多少水 我们半点不该疏忽 一车就要你水了呗 悔恨交集的 还有烟台市福山区果农 张祥凯兄妹三人 他们三户四十多亩果园 按照意见性农的黄金组合套餐 使用两个月之后 问题就出现了 据了解 因使用大连意见性农公司提供的 黄金套餐组合 而是果树受害的 涉及烟台市区域内的七霞市 庞莱市 福山区 慕平区一百三十多户果农 受害果园面积四百七十多亩 这些果农大都是当地 果树种植大户和技术能手 这不禁让人疑惑 一个辽宁大连的公司 怎么会轻而易举的 让种了几十年果树的果农们 相信他们的组合套餐呢 它又成了这个端甲交集 就是这个灯农线交集 给我们讲的那个套餐 你说说 我们果农呢 最伤心的就是端甲交集 原来2012年3月25号 在意见兴农中国行走进七霞活动中 大连意见兴农公司 聘请了汪景彦 邓忠贤 朱鸿云三位果树专家 向一千多名果农 推广意见兴农的黄金组合套餐 让果农心服口服的专家是何许人呢 据记者多方了解 他们有的在果树界确实赫赫有名 汪景彦 果树修剪专家 曾任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栽培室主任 1996年被聘为中国农科院果树所顾问 农业部国品及苗木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首席顾问 周鸿云 弥候桃栽培专家 曾担任南洋市科协副主席 中国经济林学会常务理事 现任河南省西侠弥候桃研究所所长 邓忠贤生态质保专家高级农艺师 原沈阳市沈北新区道义镇农科栈技术园 退休后曾担任沈阳市科协农业科普专家 好好的果树为什么会出现大面积落叶 果实为什么会出现病害呢 当地果树技术人员认为 根本原因就是 推广的生物农药没有起到防治病害的作用 当时这些果院发生大量造型落叶呢 主要是苹果半截落叶冰和核白冰 这两种冰害造成 因为他们所使用的农药呢 这两种冰害防止效果差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越是严格执行异建新农组合套餐的 果树受害越严重 果农盐贵春至今保留着 大连异建新农公司推广的 安基寡糖素 苦生碱 蜜太酶素 以及苏云金杆菌四种生物农药 生产厂家标明是 大连奥德纸宝药业 河北奥德纸宝药业 我们请七下市农业局的执法人员 进行登记查询 这四种产品呢 进我们查询呢 有三种产品出现的问题 主要问题呢 是生产厂家不允许 大连奥德和 和北奥德呢 混在一起 再次呢 这个登记号呢 没有出展 过期了 关于呢 没有登记这种产品呢 不允许生产和销售 也就不允许在市场的推广使用了 记得注意到 大连奥德纸宝药业生产的苦生碱 是在十字花科上登记的 防治对象是牙虫 蜜太霉素的登记作物是水稻 防治对象是稻温病 安基瓦糖素登记的 则是烟草和番茄 防治对象是病毒病和晚疫病 根本不适宜在果树上推广使用 只有苏云金杆菌标明的使用范围包括果树 那么它的质量又是否合格呢 经国家农药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验 大连纸宝药业生产的苏云金杆菌 毒素蛋白检验结果为0.08 国家规定应大于0.8 独立效价检验结果为820 国家规定独立效价应大于等于8000 两个指标只达到国家标准的10% 根本不合格 农药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第30条规定 农药使用者应当严格按照产品标签规定的剂量 防治对象 使用方法 施药时期 注意事项施用农药 不得随意改变 作为农业技术专家 尤其是植保专家 不可能不知道 三个专家为何要向果农 推广本来应该用在蔬菜 水稻 烟草上的农药 来防止果树并虫害呢 这些东西在烟和植物上都可以用 包括绿化带都可以用 知道吗 但是咱们说要有这个农药管理条例 上面写的不允许超范围使用 必须在登记的范围里使用 如果说在登记方案内 你要再做辣椒 这一个东西就在辣椒用 那就没有意义了 那这种用法是不是违反 这个农药管理条例的规定 那不能叫违反 它就是老不行能用就用吧 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副作用 对不对 那现在问题是 气下当年的果树 果业的都落了 农民损失的惨重 到现在问题没得到解决 这个问题你怎么看呢 我们管不了那么多事 因为我们是搞栽培的 但是我们在那也 现在没有大量提倡人用这种药 我们在那开过会 是开过会 但是没提倡过这种药 别的我也搞不清楚 你请教别的专家吧 明明是登记在 十字花科蔬菜 水稻 烟草和番茄上的农药 大连意见新农公司 为何要在果树上 大规模的推广使用呢 我们来到大连意见新农公司 所在地 大连市高新区成辉大厦 结果发现早已人去楼空 布置去下 什么时候走呢 知道吗 哎呀 走 他们都知道 现在把的事 农药管理条例规定 只有供销合作社的 农业生产资料经营单位 植物保护站 土壤肥料站 农业林业技术推广机构 森林病存害防治机构 农药生产企业 以及国务院规定的其他经营单位 可以经销农药 大连意见新农公司 并非农药企业 却在七辖市 召集签名果农 销售农药 当地有关部门 为何没有监管呢 他们这个卖农药呢 他不是在一位正当的门头 我们当时也没找到 他的门头这一块 他就是自然卖给果农 他有个仓库 自然卖给果农 开会 所以我们是没法监管他 找不到他具体的地址 在哪个地方 看到这里啊 不知道您明白了没有 大连奥德 一个农药登记证 没有续展 也就是没有合法 生产许可证的企业 生产出质量不合格的农药 通过这个大连的意见新农 一个没有农药经销资质的公司 邀请了几个 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专家教授 做了一个讲座推广 而当地的监管部门 是又没了踪影 结果就是 130多户果农上当受骗 那接下来 受害果农应该怎么办呢 或许电视机前的您要说啊 这个证据确凿 咱们起诉他们啊 让他们赔偿损失 受害果农啊 还真起诉了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 这场官司真难 2012年9月 受大连意见新农公司 和受害果农委托 七辖市果业发展局 对136户果农的果园损失情况 进行抽样调查评估 套袋果园 2012年 2013年两年时间内 每亩的平均损失 为13,516.3元 免套袋苹果 两年的损失 平均每亩为 16,113.3元 烟台市136户果农 471.5英亩果园 共造成损失709万元 2013年6月 136户果农 将大连意见新农公司 大连奥德直保药业公司 及其七辖代理商 七辖一新果书公司 告上法庭 要求三倍告 赔偿他们的经济损失 山东郑涛律师事务所 为133户受害果农 提供法律援助 他现在在厅上表示 他们推销农药的行为 这个果农 产生了这个损害 他看到 他又是客观的 一律师告诉记者 早在2012年8月30号 大连意见新农公司 曾经和受害果农 签订过协议 认可他们经销的农药 对果树造成了损害 同意赔偿果农的损失 但后来意见公司 出尔反尔 对七辖市果业发展局的 鉴定评估结果 不予认可 他说这个价格 这个国业发展局 这个没有评估这个资质 所以他不认可 他的评估的报告 对 七辖市果业发展局 只是一个政府行政部门 确实没有鉴定评估资质 到哪找有资质的评估机构呢 受害果农告诉记者 今年3月份 当地法院联系了辽宁一家 评估公司 但是他们根本请不起 你一会儿就拿出几千块钱 现在国农哪能拿出钱呢 据了解 果农遭遇假冒伪劣农药 化肥 造成果园减产 绝产的现象 几乎每年都有发生 在依法索赔的过程中 司法鉴定评估越来越重要 而我国目前只有辽宁 河北 山西等少数城市 成立了果树司法鉴定机构 收费标准 也是千差万别 你这个就是 鉴定的钱额 鉴定房钱 百分比收取 就七百万的话 那我们就不能 那就得收到最低 最低的话也得百分之二 七百零九万索赔 按照百分之二的比例 鉴定评估费 也超过十四万元 平均每亩三百多元 这对于连续两年 只有投入 没有收入的果农来说 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几个果农代表 联系了山西省国树司法鉴定中心 焦点问题 还是鉴定评估费用 你们这个是 这个户数比较多 所以我们也不单纯的 就跟这个母术去对待 当时我跟他讲 就是我是 一百三十多户 就是每个 每一户 拼一下来 其实不超过一千块钱 目前啊 受害的这一百三十六名 果农也正在筹钱 期盼可以拿到一份具有法律效率 可以帮助他们赢得赔偿的鉴定评估 我们也希望当地的政府啊 能够想方设法的帮助果农 渡过难关 而另一方面 这个案例啊 给人们足够多的警示 明明并不适用于果树的农药 一家公司啊 随便邀请几个人 不负责任的做推广 果农就信以为真的 用在了果树上 在这里我们想问 农药监管部门去哪了 农民们依法索赔 但谁又来鉴定评估呢 这个费用又该怎么收 有没有人真替这些农民 核算过打官司的成本 这个案例说明 仅仅有法规 恐怕还不能保护农民的利益 关键是要把法规 变成实际的投入和管用的机制 明天啊 就是清明节了 祭品市场又热闹起来 我们来看看这段视频啊 在佛山市的一些店铺 摆出的纸扎祭品中 品种是非常的多 热水壶 手提电脑 收音机等等 老板说他们店里 还有祭祀用的纸扎 医生和护士 价格也在30元左右 不仅如此啊 今年的清明祭品还紧跟潮流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组图片 服装 家电 麻将 名酒 外壁 真是尽显奢华 我们了解到 今年祭祀品零售价 出现了小幅的上涨 平均涨幅在2到10元 而一些打着奢华旗号的祭品呢 则是较价更高 面对祭祀品出现的攀比现象 民俗专家表示啊 各种新潮祭品层出不穷 一方面有市场的需求 另一方面也需要人们建立文明的祭奠方式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热词 拆迁 近日有湖南省宁乡县的村民啊 向我们栏目反映 当地2010年开始城乡一体化建设 他们的房屋被拆迁 土地被流转 在简易的过渡房 一住就是三年多 那么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湖南省宁乡县的龙桥村 那么我身后呢 是当地村民的房屋被拆迁以后的这个简易房过渡区 这个房子很怕会倒 在这个上面呢 你看嘛 这里落啊 那里落啊 就是不安静的 去年下下大雨的话 在这个里面呢 这个把这个前面的全部都刮了 它就瓦子吹掉了 村民们是2010年7月份 搬到这里来的 按照当地政府的承诺 那么到2011年底 他们就可以住进舒适的这个安置房 可为什么现在快四年的时间呢 村民们仍然住在这个简易的过渡区里呢 其实村里的安置小区房 2013年底就已经建成了 只是一些事情的发生 搞得他们想住而又不敢住 早上8点钟 趁着我们咖啡 他下午他就接着可以这种更高 回来 该项目具体单位不明确 该项目建筑贼水电器 其消防设施不完善 不忙着整个验收条件 当地相关部门 一边通知村民购房入住 一边又贴出不予以验收的通知函 据了解 在三年前 村民们流转出去的土地上 如今不仅盖上了精美的别墅 还有漂亮的商品房和办公区 可村民们不理解的是 为什么他们的安置小区 却迟迟不能验收交付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 阻碍了龙桥村村民 告别简易房 过渡生活的脚步呢 我们将继续予以关注 今天的会农小故事 讲的是村官 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职 三年的村官期满后 他们将面临重新择业 这对于大学生村官来说 就像是一道坎 自2009年起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积极探索大学生村官 人才培养新机制 招聘选用近3000名大学生村官 到邮政储蓄银行 任业务信贷员 实现成功转岗 陈彪曾是北京市大兴区 青云店镇的一名村官 三年村官任期快满时 他也和别的村官一样 开始为未来的工作而发愁 2010年初 陈彪看到 有储银行北京分行 面向大学生村官的招聘信息 这让他非常兴奋 凭这三年农村积存工作的积淀 陈彪如愿成为了有储银行北京分行的一员 今天他又来到蘑菇种植大户沈未财的大棚里 了解他贷款的需求 像这样的调查走访 他每周都要有两三天 陈彪说 在他当上现代园后一周的时间内 就已经将镇里49个村挨家挨户的走访了一遍 大型地区每一个村每一个镇 都有我们的足迹 真的都有我们足迹 每个地方都得跑 去服务他们 去给他们 主要就是让他们知道 比如储银行能贷款 能服务他们 想跟老百姓一块交流 可能说家常里短的 跟他拉近这之间的距离 再有一个 咱们就比较了解他们的所想所需 在有储银行 像陈彪这样实现成功转型的大学生村官还有很多 这些大学生村官走上新代园岗位后 充实到郊区县支行 发挥他们熟悉农村 了解农村金融需求的特长 转岗不离农 把有储小额贷款送进了千村万户 受到了农民的欢迎 挺随和的 这事是沟通起来相当简单 这个贷款啊 我们有好多不理解不懂的地方 他们能细致的给我们解说 四年来 有储银行北京三行村官现贷员 累计发放智能贷款15亿元 平均单笔贷款仅8万元 帮助近两千个农村家庭走了富裕道路 目前中国有储银行累计招聘大学生村官 三千二百余人 遍布全国二十四个分行 成为全国最早 也是最多招聘大学生村官的金融企业之一 从他们信贷规模 就是放在额度来说 这批村官已经达到了几十个亿 他们了解农村 有一定的社会阅历 特别是他们能够吃苦耐劳 特别是他们能够吃苦耐劳 那么与我们的企业的文化 企业的精神是比较吻合的 据了解 中国有储银行将把对大学生村官的选聘 列入一项长期的重要人才计划 为大学生村官回流社会积极搭建桥梁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 农事网官方微博微信 移动客户端以及央视网查询浏览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